我国对美国采购四架MQ-9B无人机 国际间日前曾传出 美日台将透过这型无人机 共享侦查的及时勤资 但遭我国的国防部是公开的否认 根据了解无人机装备 2027年返台后规划将由美方人员 随同进驻花莲 军方式内部盛传 我国使用MQ-9B无人机的性质 如同当年美中央情报局 美国我国是飞行U-2的侦察机 资讯将由美军优先式使用 空军司令部也回应表示 媒体的报道多数议测 空军没有评论